2月27号,国新办就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介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央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直接参与抗击疫情的企业。 一是应用定线工具精准支持保供给,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费利率贷款,支持直接参与抗击疫情的企业。 二是保持流动性和履重益,三是引导整体利率下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中标利率先后均下降10个基点。 2月20号,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LPR,分别下降10个和5个基点,带动市场整体利率下行。 刘国强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用工难、开工难、产业链配套难等问题,资金压力也比较大,对中小微企业提供适度优惠支持,可激发实体经济主体活力,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肖元企业在会上指出,鼓励和支持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延期还贷。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我们鼓励支持银行机构对他们的贷款,到期的贷款,就是从1月25号到6月30号到期的贷款,允许他们攒期续带。 在湖北里去享受这样一个临时性的魂魂呼吸延长安排的企业,从中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包括大企业,都享受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政策优惠安排。 要求银行机构要跟企业要对接好,做到硬贷、近贷、快贷,提高小微企业贷款的,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以及守贷率。 会上有记者问,此次疫情让不少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受到很大影响,政府对此有哪些帮扶政策?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表示。 个体工商户按单位方式交费可以参照国家有关中小微企业单位交费部分的减免和缓交政策。 税收方面,对构体工商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能较得增值税。 从3月1日到5月底,湖北境内的企业就免征了,其他地区的征收率有3%,渐到1%。 房租方面,地方政府要制定减免政策,特别是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房产,更要带头对这个各地工商户优惠。 唐军还指出,个体工商户年报时间将由6月底之前,延长到2020年年底,并对2020年上半年,因受疫情影响无力足额缴纳电器费用的个体工商户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